八十多岁头发花白 只需你在泡脚的时候,在水里加点花椒就可以了,花椒泡脚,抗衰老,防白发中医学认为,脚底是各经络其指的汇聚处,分布着六十多个穴位和于人体内脏,器官相连接的反射区,分别对应于人体五脏六腑,泡脚有输筋活络,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,陆广深推荐的这个方法,在水里加上花椒泡脚,不但能杀菌止痒,缓解 缴细现象,还能促进血液循环,抗衰老,防白发,中医认为,花椒性温,卫心,属于躯寒类的药物,能处五脏六腑之寒,花椒有温中止痛,解毒力气,躯寒暖胃,活血通落,预防感冒,增强免疫力等功效,对治疗疲累病,风湿病,头痛,流感,失眠,脑外伤,中风等病均有治疗作用,即使是患有高血压的效果, 老人,也可用花椒来泡脚,中医讲究上病下治,内病外治,用药浸泡或按摩这些反射区,可以促使血液由上往下走,使全身经络疏通,血脉流畅,因此血压也容易平稳了,用花椒水泡脚,不仅可以治疗白发,还可以让睡眠效果更好,其实方法很简单, 用一个棉布包50克花椒,用绳细紧,加水煮开后约40到50度,将双脚泡入水中,大约20分钟后,再将脚用温,水洗净擦干,花椒包可以反复利用,每晚睡觉前泡一次脚,以双脚皮肤发红,面部有微汗为夷,用一个星期左右再换新的就可以了, 天天坚持下去,有利于增进足部血液循环,可洗道区并延延之效,多泡泡脚,本来就是简单实用的养生妙法,而在泡脚时加些花椒,还能和血化欲,可治疗腿部静脉曲张,防白发,抗衰老,花椒等其他功效花椒,除了能泡脚之外,也有很多其他的功效,一,增加食欲花椒气味芳香,可除各种肉类的星山臭气, 能促进唾液分泌,增加食欲,二,降血压花椒能使血管扩张,从而能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,三,驱寒肚子受凉以后,会感觉肚子里边有气在涌动,有的人随后还会腹泻,或者是感觉腹痛,感到肚子里有胀气的时候,就可以吃点花椒,如果还觉得肚子痛或是腹泻了,可以取七粒花椒,加一碗水煮几分钟,放点红糖, 喝下去,四,治疗牙痛花椒,可降低受伤部位疼痛感,如果是冷热食物引起的牙痛,用一粒花椒放在患痛的牙上,痛感就会慢慢消失,五,抗凝穴和止血花椒,所含的佛手干内止,有一定的对抗肝素的抗凝穴作用和止血作用,花椒的其他用法, 止牙痛,花椒白酒,漱口神浓本草经中记载,花椒味心,温,能除寒臂,坚持明目,还有麻醉,消炎,止痛的作用,用白酒泡花椒在漱口,对牙吟炎造成的牙痛有很好的缓解作用, 约10克花椒,倒入半杯开水,盖住泡上五分钟,然后倒入一两白酒,再盖住,等其冷却并过滤掉花椒后,喝一口含在嘴里,像平时漱口一样,一会儿低头,一会儿仰头,如此反复十多分钟,牙痛就能缓解,治疾疮,花椒水作律疾疮,中医一般便正为长风有热,引清热立湿,凉血解毒,花椒有温中止痛, 趋势散热的功效,所以能促进康复,取花椒100克,水2000毫升,先浸泡大约半个小时,先用五火将水煮沸,然后再用门火继续煮15-20分钟左右,然后利用花椒药液的热气熏蒸换处,待汤要至40多度的时候,再进行作育治疗,每天一到两次就行,如果嫌煮花椒水麻烦,也可用沸水冲泡花椒, 以食药效成分更好的溶出,待水温后再局部熏法或者作愈,制着凉腹泻,花椒肉豆蔻煎水,夏天吹空调,吃冷饮,喝啤酒的人不在少数,因为受凉或吃多寒凉的东西而出现腹痛肠鸣,腹部闷胀,腹泻时,也会用到花椒,花椒6克,肉豆蔻3克,水煎取汁, 早晚分次服用,每天一剂,连服一到五剂,就能基本没事了,花椒是纯娘之物,散寒除湿,枝切蟹,肉豆蔻具有温中色长,形起消食的功效,这个方子,能温中,造湿,纸蟹,也适合治疗小儿夏天寒湿,风寒腹蟹,小儿消化不良外用方,以花椒末填满换而肚起,再贴上暖旗膏, 并以宽,布带固定,24小时,如味好转,可再贴一次,接寒咳,花椒炖梨受了凉咳嗽不停,可以试试花椒炖梨,用一只生梨,在上面戳五个小孔,孔内各塞花椒一粒,隔水炖熟,冷却后去掉花椒,吃梨喝汁,很有效果,花椒具有温中散寒,除湿指痛的功效,梨味干,性凉,入肺,味精,具有生筋,润皂, 清热,化痰的作用,花椒炖梨既有花椒的热性,又具有梨的良性,结合优势,调和药性,要注意这个厌方,主要针对于风寒咳嗽,热咳并不适用